妹妹 你要不要看哥哥胯下的玩偶 很大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尹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先解答各位的一個小小的疑惑 有時候我的影片那個封面跟標題 可能上傳的時候是這一個 但是呢過一陣子又變成了另外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YouTube的AI審查系統 我實在是搞不懂好不好 為什麼搞不懂呢 我直接給你們看 你們仔細看我的標題喔 一款大便 但是呢當我加上這個遊戲之後啊 來我們按下儲存鍵 要儲存了嘛對不對儲存 接著我們重新整理頁面 來給各位看一下 直接變成黃標好不好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只是加個遊戲耶 我加個遊戲耶 請問一下遊戲這兩個字 是有違反什麼社群規範嗎 違反社群還是違反暴力 這個超級奇怪的嘛 所以呢有時候我在放這個標題的時候啊 我可能當下看是正常的 過了一個小時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隔天醒來就被黃標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稍微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改成什麼 比如說大便改成便便 欸 就沒事了耶 然後我昨天這款遊戲啊 我改了超級久好不好 我改什麼好玩的遊戲不行 刺激的遊戲不行 恐怖遊戲不行 遊戲不行 問號問號問號不行 連問號都不行耶 還有前陣子我不是有拍一款什麼 房間裡面錄到鬼的那個遊戲影片嗎 我標題啊 只是加上監視器 就被黃標 超級奇怪 哪有什麼監視機啊 手機啊 自拍啊 偷拍啊 拍拍啊 都不行好不好 我本來的標題是想取 房間裡的監視器拍到鬼 結果最後變成什麼 房間錄到鬼 就這樣沒了 來我們再把它改回來好不好 改成沒有遊戲 按下儲存 OK他還跑嘛 跑完了 他還是黃標 但是呢 你只要重整 重新整理頁面 欸 又沒事了 有沒有看到 又沒事了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好不好 稍微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時候這個 標題跟封面會變啊 原因就是 我想躲這個黃標好不好 他審查就很怪嘛 就是改改字 改改封面 一下又沒事了 這個AI系統是 是低能額是不是 欸對不起抱歉 唉唷 感覺這次還蠻可愛的喔 玩具屋的低語 我們直接開始啦 不要廢話了 非常恐怖的故事 就要開始了唷 害怕的小朋友 要很大人一起觀看唷 神經病 誰跟你小朋友 我長大了好不好 我下面也很 沒事 稠米鳥叫聲 小雞雞的叫聲 老式的玩具屋 看起來我們這次的背景 是在這個老式玩具屋 然後這個玩具屋 旁邊怎麼會一堆小朋友在看著我 變態是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看葛哥 葛哥臉上有點東西是不是 有點帥 對 喔歡迎來到歡樂的玩具屋 進門之後就請往裡面走吧 很多的玩具在等著你唷 OK 希望有妹妹的玩具好不好 最好是那種 蘿莉啊 蘿莉型的妹妹 不要再做這種危險的發言了 我們正式開始 咦 好黑啊 哪裡很黑 葛哥有一個地方很黑喔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說頭髮好不好 我說頭髮 我頭髮很黑啊 娃娃 阿娜貝爾嗎 所以這次的主角是阿娜貝爾 嗯 電燈打開了是不是 哇 有好多的人偶啊 登登登登 這小朋友露出了非常非常開心的表情啊 小朋友看到玩具就受不了好不好 climbing What'd a cut a girl 原來是一款學英文的遊戲啊各位 剛好符合我現在的條件好不好 英文非常非常糟糕啊 趁現在來學一下 よう western okay 去to察その各界 所以剛剛誰都來講話 阿這個玩具怎麼長得這麼像肺炎病毒啊 先不要好不好 記得戴口罩啊妹妹 這嘴巴打這麼開 完了確診了 已確診 啊 外面天已經黑了 然後呢 但是 好想再多看一些人偶啊 這個人偶怎麼長這麼醜啊 到底誰會想要買這個胖娃娃啊 就這樣到裡面來吧 這句聽起來怎麼這麼的煽情啊 走進這扇門 你們有沒有看到走進哪扇門 是後面的門還是 還是 不要再亂講話了 對不起 這是一個闔家觀賞的頻道 欸 門打開了 進來吧 進來吧 狠狠的插進來吧 我說手指頭喔 手指頭對 沒錯 啊 妹妹也感到一陣害怕 是誰 往回走 沒錯溜了溜了好不好 遇到這種可怕的狀況 趕緊溜啊各位 COME AGAIN TOMORROW COME AGAIN TOMORROW 明天再來喔 誰理你啊 你有沒有給我錢 我幹嘛去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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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哇這次的過場怎麼有點可愛啊 好溫馨的音樂喔 嗯 這後面這有怎樣 這玩家在偷看我耶 怎麼這麼可愛 FIRYFIRY的CUE啊 叮叮叮叮 啊我怎麼又回來了 結果今天還是來的呢 為什麼 我的雙腳不聽我的使喚是不是 難不成這個妹妹已經被鬼附身了 你們看他 印堂發黑啊 嗯 噢沒事 只是沒開燈好不好 對不起 我想再多看一些人偶 不知道門後面會不會還有 還有什麼 阿納貝爾嗎 等等喔 我後面那個白色娃娃 它是不是眼睛看著我啊 但是沒有關係 小妹妹是不會怕這種東西的 你今天也來了啊 沒有錯啦 我來找你好不好 我要狠狠的幫你燒掉真的 我隔天啊來這邊的時候直接放火 後面的娃又在看我耶 登登 電燈熄滅了 為什麼 不不 啊不不 誒又是肺炎又是肺炎病毒 小心啊各位 這家店是沒繳電費是不是啊 這電燈一閃一閃在幹嘛 啊這個驚嚇點是 嗯 嗯 很可怕 有人覺得這個驚嚇點可怕的嗎 零好不好 完全不覺得可怕 看來你非常喜歡人偶的 沒有 我只是想看人偶穿什麼內褲的顏色好不好 我們也非常喜歡你哦 哦是哦 所以咧 你想表達什麼 表達你很棒棒是不是 好多朋友在等著你了 我怎麼感覺啦 我先說好不好 我沒有看過其他死亡族玩這款遊戲 但是我覺得 我最後是會變成娃娃 是不是 我是不會做成娃娃 感覺很棒哦 我想要當個最漂亮的娃娃好不好 快進來吧 好耶 伸出手 快點 握手 我們就是朋友啦 握啊 你倒是給我握手啊 小妹妹 小妹妹 啊 非常非常不安啊 溜了溜了 趕緊溜 對 回家找媽媽好不好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就是趕快哭著回家找媽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變態的那個禿頭玩具店老闆嘛對不對 一個中年大叔每天都被誘拐女孩 妹妹 你要不要看哥哥胯下的玩偶 很大哦 今天開始下雨囉 老虎啊 還閃電耶 大雨交架夜晚就是要幹嘛 就是要來看安娜貝爾好不好 他張眼了 他露出了他的白眼狠狠的盯著我看 電燈要打開了好棒 店員是在那扇門裡面嗎 得聯繫一下家裡人才行啊 沒有錯啊 我們進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的時候就要趕緊先聯絡家人好不好 以防你消失都沒人知道真的 感冒還好吧 得肺炎才糟糕吧是不是 各位千萬不要得肺炎啊 如果有疫苗啊 趕緊讓我去打 真的 小雞雞飛出來了 是哦 哇這驚嚇點好棒 我先給他掌聲 太棒了 完全沒有驚嚇點 這個娃娃是不是長得不太一樣啊 怎麼長得有點像喜安娥 哇他很開心耶 他開心起來了耶 tobby of way 不好意思我真的完全沒有感到任何害怕好不好 拜託你再恐怖一點 真的 你這個娃娃驚嚇點完全不行啊 鼓起勇氣啊 好啊 要睜眼了嗎 那個後面的baby 睜眼 欸 完全都被我猜到啦 這個驚嚇點不行啊 真的不行啊 欸嘿 怎麼了 快進來吧 快進來格格的褲 呃 褲 褲 褲子裡面的口袋好不好 有棒棒糖啊 對 棒棒糖 我可以進去嗎 啊沒有問題啦 趕緊進去好不好 不要辜負格格的攜帶啊 我們要變成格格的 不要亂講話 真的 抱歉 這個視角很不妙哦 我預測等一下妹妹會撲倒哦 真的 小心點各位 18禁的畫面要產生了 幻影廣領啊 好底啊 原來後面還有這麼大的房間是不是 哦 走出來了 這一次格格幫我準備的 準備生 呃 真的不要亂講話 真的 我這個 沒事 沒事 真的沒事 各位一定不知道我剛剛想講什麼 但是沒事 OK 是遊樂園耶 妹妹露出了非綠非綠開心的表情啊 看起來妹妹很喜歡哦 大家都在等你呢 誰家的後面會有遊樂園啊 哪間店的後面會有遊樂園啊 太誇張了吧 我們一起玩吧 這不要了 都幾歲了 還跟你玩旋轉木馬 北七是不是 要玩就給我玩 鏡子 你的妹妹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哈哈哈 好開心啊 他又被吸進去了嗎 要被鏡子狠狠地吸進去啦 我發現這些娃娃好像越來越多了耶 看起來 他們應該都是我的家人啊 我馬上就變成他們的家人了 哎呦 這樣的氣氛就對了嘛 對不對 啊這個妹妹怎麼變矮了 喔沒有 他站起來了 他狠狠地站起來了 必須得回家才行啊 我不要 我要往前走 怎麼樣 我就不想回家 家裡什麼人都沒有 好可怕 嚇死妹妹了 嚇死妹妹了 啊那娃怎麼不見了 人數飲生素 妹妹抬頭看了一下 發現眼前的景象非常非常地不對勁啊 哇 有好多的人偶啊 他開始用一些什麼 奇怪的聲音 想要製造一些驚嚇點 他被吊起來了 好可憐喔 哦 外面有人影哦 呵呵呵 呵呵呵 你還想再多玩一玩嗎 我不要 我要回家了 真的 我要回家了 玩具熊 藏起怒 沒事 晴天娃娃 會讓爸爸媽媽擔心的優 關你屁事啊 是我媽又不是你媽 蒙娜麗莎的微笑 可愛 不回家真的可以嗎 沒有問題啦 我都已經12歲了 不想回家好不好 我想再多玩一回了 OK 那你就趕緊進去吧 快點啊 不要再講話了啦 感覺這一話也是偏無聊啊 說真的 這個驚嚇點 0分 進去啊 再給我混 還在給我混啊 這幾點還不進去玩 太誇張了 背景因為突然安靜下來囉 感覺要出事囉各位 喔 有個白癡在跟著我啊 他跟著我幹嘛 神經病還是變態狂 哈囉 有沒有人 歡迎王倆 嘿嘿 今天也玩個痛快吧 我覺得這遊戲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他不能跑步啊 這個劇情的流程是有點慢的 其實 趕緊跑起來好不好 妹妹 這個遊樂園 出現了一些意象啊 但是感覺非常非常可愛 你願意當我的朋友 我FairyFairy的開心啊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驚嚇點 應該要那種 大概幼稚園的小朋友 才會覺得可怕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成熟的大人來看 就是覺得 這到底是 這到底傻小 對 這到底是傻小 哎呦 有個可愛的玩偶在跟著我耶 真可愛 這個妹妹魂難不絕啊 要死了都不知道 可憐啊 轉頭 今天也非常非常安全的 我看她的 抵達的最後終點 還是人生的終點 有沒有看到我已經被附身啦,這個娃不太對勁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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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嘶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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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 MortYiH 哎唷,斷掉了 哦 г完了,他如果轉頭了 他如果轉頭,我一定被嚇到真的 啊 又沒有 好可惜喔 真的太可惜了 狂風暴雨的夜晚啊 外面還是它的血雨啊 各位 是血的顏色啊 打雷了 有個頭掉下來了 好可愛 真的好可愛 完了 受不了了 更多的頭掉下來了 太可愛了 太棒了 我已經被操控了欸 你們看到我已經變成娃娃了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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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找媽媽 來啊 你有種就一直跟著我啊 不回家沒關係嗎 好啦 嘿嘿嘿 我不想回家呀 嘟嘟 嘟嘟 唉唷 好可愛的尿布飛過去喔 你們看到嗎 剛剛有個尿布飛過去耶 我想在這和大家一起玩 好的 那有什麼問題 你就坐在這裡啊 好可愛的娃娃喔 我看到這些娃娃 我的感想就是 我真的好像買一個回家說真的 唉唷 妹妹要變成晴天娃娃啦 要被吊起來啦 欸你們看這個腿 非常非常的白皙啊 像腳白筍一樣 看起來就很好吃好不好 好想舔一口那個腳 欸沒事 趕緊融入劇情 不要再耍寶了 真的 這是什麼 豬頭嗎 那是豬頭嗎 那樣的話就到門裡面來吧 欸又是尿布 有沒有看到 又是一塊尿布飛過去了 真的 萌娜麗莎的微笑變得好可愛 太棒了 這到底是什麼 那個娃娃撞到牆壁啦 還敢飆車啊娃娃 直接給你撞牆了喔 好可愛喔 唉呀 哇這種東西真的是小朋友才會被嚇到欸 我說真的 在我眼裡啊 就像可愛喬呼倒一樣好不好 完全沒有驚嚇點啊 呵呵呵 笑什麼 還敢笑啊 都要死了還敢笑 欸你們看我嘴巴 我嘴巴有一條線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快變成娃娃了 快變成那個傀儡啦 很棒喔 呵呵呵 這什麼 有什麼東西改變了嗎 大家都很歡迎你啊 哎呀我的手手 我的手手沒了 可憐啊 這裡有很多你的朋友啊 那有什麼問題 我馬上就加入你們好不好 你們不要再鬧了 真的 趕緊結束這款鬧劇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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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娃娃原本都是正常的嘛 對不對 但是他們跟我一樣 被這間店迷惑啦 被這個有大根棒棒糖的哥哥迷惑了 通通都被做成了傀儡 太可憐了 血輪眼開啟 各位 這個少女開啟了她的血輪眼啊 哇這個美少女的臉真的是越來越糟了耶 好噁心喔 越來越醜 醜翻天了 我想一直待在這裡 沒問題 哥哥讓你留下來好不好 不要怕 和玩具一起玩 OK 這是很棒的地方啊 不會再回家了 永遠 水啦 結束了 OKOK 完美大結局各位 完美大結局 我覺得這款遊戲非常非常恐怖啊 各位 簡直快睡著了 我已經變成安娜貝爾了各位 太開心了 我就是那個最美麗的安娜貝爾 果然啦 就跟我猜得一樣 被做成娃娃了好不好 永遠變成大哥哥的玩具啦 太適合了 啊不要亂講話 真的抱歉 接下來就輪到你了唷 來啊 你倒是來抓我啊 看看我會不會怕啊 來啊 你有種就來啊 OK 那我們 這個章節呢 就玩到這邊啦 可愛好不好 可愛 我的感想就是可愛 真的可愛 全程可以說是 完全沒有任何恐懼的感覺啦 就是單純的欣賞他的畫面 那如果會怕的 可以自己玩看看好不好 我們趕緊來玩下一款啦 OK各位 我們馬上接著來玩這個 林克的鐵道路口 那這個章節呢 就是這個遊戲 比較新的版本啊 那我們趕快來體驗看看吧 林克的鐵道路口 GO 開始遊戲囉 禁止傳卡 請不要突然衝到鐵軌上 衝進來也未必能夠立刻就死啊 進而會飽受劇痛的折磨 這一次一樣是在大街上啊 那這次是男的還是女的呢 喔 又是這個小蘿莉 可愛好不好可愛 他換了一身制服 綁了一個小小的蝴蝶結 非常非常 喔 不對耶 這是我們上次的主角耶 很可愛喔 所以他要去搭電車 啊我要回家是不是 OK啊 這一次有兩個妹妹可以看 太開心了 非常非常興奮啊各位 咖啡午餐 我們要去喝咖啡嗎 要不要喝一下 等一下 啊禁止裡面的人怎麼不太一樣啊 我的雙胞胎妹妹啊 衝進鐵道路口死掉了 喔 所以他是我的雙胞胎妹妹 你們看我胸前的大小 一模一樣好不好 肯定是雙胞胎 真的肯定雙胞胎 毫無疑問啊 他本來啊 一切都和我一模一樣的 可是你們的髮型完全不一樣耶 你們看這個禁止裡面 他剛不是一個超長的妹妹頭嗎 可憐啊 我們穿同樣的衣服 上同一所學校 然後呢 這樣子就一樣了嗎 在說什麼鬼話 啊禁止裡面怎麼又是妹妹 這個妹妹英魂不散喔 他想幹嘛 啊他被撞又不是我的錯 他比我可愛一點點 任性一點點 胸部也大一點點 欸 還是說 其實我妹是我自己推進去的 親密的喊我姊姊 完了各位 通常這種在反省的劇情啊 肯定是我 有做錯什麼事好不好 但是呢 我 我怎麼了 我把他推進去了是不是 我 欸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欸小姐請問你怎麼了 我真的有一種預感耶 是我害死妹妹的 是不是啊 我非常非常合理的推斷啊 這個姐姐 肯定有問題好不好 我跟各位賭 賭上我所有財產 一塊錢真的 有沒有看到 我的妹妹非常怨恨的看著我啊 姐姐 你為什麼要踢我 對不對 肯定是因為這樣啊 欸你們看那個布告欄上面畫著一個妹妹耶 那是我妹畫的是不是 她想要警告我她回來了 真的 她一定要復仇了 她等等就會狠狠的把我推進鐵路平交道裡面 讓姐姐四分五裂啊 太棒了太棒了 好開心 唉唷 開始聽到那個鐵軌的聲音喔 然後這次鏡子裡面是真正的我耶 為什麼 我的妹妹投胎了嗎 她已經原諒我了嗎 這誰 你哪位 欸 這個女人是第二張那個女生嗎 怎麼好像有點眼熟啊 背著包包 欸要準備回家吃狗屎的那個 什麼聲音啊 怎麼有人經過去啊 欸是我的妹妹耶 是不是 不對啊 阿那個人是誰 還是說我小時候我妹就死了啦 是不是 所以說那是我小時候的妹妹 她會重複了自殺的過程啊 太可憐了真的 阿這又是誰 這是變成國中的我的妹妹嗎 我的妹妹從國小一路 一路死到大學啊好不好 太可憐了真的太可憐了 這個姐姐 等一下喔 平交道聲音怎麼停啊 她怎麼快返步啊 又有人衝進鐵路平交道了嗎 但我剛才 路口的響鈴聲 姐姐穿越時空了各位 妹妹在鏡子裡狠狠的盯著我看啊 姐姐 去死吧 我要推倒你耶 欸她自己在走耶 我沒有動耶 喔不是 是我動的抱歉 抱歉抱歉 真的是我動了 後面有一個妹妹 非常非常驚悚的 斷頭了斷頭了 血肉模糊啊 四分無裂啊 無碼分屍啊 太可憐了真的 又是妹妹的錯 欸不對耶妹妹 你要報仇也是找姐姐報仇 你找警察幹嘛 警察是無辜的好不好 好心跑去指揮交通 還要被鬼附身是怎樣 這警察有個衰的 妹妹出現了 妹妹出現了 列車已經恢復運行了吧 沒錯 我們去看看好不好 招牌掉下來了 怎麼又是那個殺人犯 上次我們在電車上看到那個殺人犯對不對 然後妹妹又在偷看我了 真的好可愛喔 這個雙馬尾蘿莉一直跟著我 妹妹發出了非常非常陰險的笑聲 所以我的妹妹到底是不是我害死啊 我真的好好奇喔 是不是因為我想推她啊 我滿腦子都是我推妹妹去自殺欸真的 太可憐了 妹妹在盯著我看 眼神非常的怨恨我啊 完了一定是我做錯事真的 蛤 為什麼裡面都是死掉的人頭啊 為什麼電車的聲音聽上去異常的接近啊 難不成我已經死了 那個妹妹我勸你是不要再出現喔 真的長得蠻醜的對 長得蠻醜的 養護美容 妹妹出現了 姐姐 姐姐 為什麼要找一個不會中文的去配音啊 姐姐是怎樣 這個姐姐是真的有夠難聽的不行 這個配音完全不行 怎麼又是這隻貓啊 這隻貓會出來幾次啊 啊這個妹妹到底是誰啦 我惹你了是不是啊 然後那個妹妹 那個妹妹頭斷掉了欸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姐姐 救我啊 姐姐救我啊 呀 玻璃破掉了呀 玻璃 好危險呀 欸我的頭斷了欸 喔 等一下 那個照片裡面死掉的不是我的妹妹嗎 是昨天死掉的人的親屬嗎 才不是那是你媽好不好 仔細看好不好 仔細看好不好 自己媽媽都不認得是怎樣 啊那個頭怎麼這麼可愛啊 欸真的是 唉呦這句發音挺標準的喔 別帶上我們啦 非常像阿嬤的口吻 然後有些人在看這個類型的影片的時候會說 欸那邊有驚嚇點你沒發現欸 沒有 不是我沒發現好不好 是真的 是真的對我來說不是驚嚇點 OK 就是一個奇怪的頭而已嘛 沒事嘛對不對 阿嬤 阿嬤 阿嬤去了真的 欸 那個妹妹站在鐵路平礁道上面 這畫面怎麼看起來這麼搞笑啊 進擊的巨人是不是啊 我感覺他等一下會衝過來耶 我說真的 唉唷 可以喔 全部都死掉了喔 欸妹妹升天了 妹妹升天了 這個畫面真的是 各位抱歉我真的憋不住好不好 這個驚嚇點非常非常的 這個驚嚇點真的非常非常可愛啊各位 太完美了好不好 你們看 這警察直接穿到電線桿裡面耶 好可憐喔 欸不對阿 阿我妹妹死掉 跟這些家人跟警察有什麼關聯啊 真的很衰耶 沒事情就被妹妹拖下水是怎樣 一日 隔天 好的 欸可愛 可愛 起誤了各位 起誤了 然後我發現妹妹每天都會在那個 布告拉上面做畫 你們看 她畫了可愛的小花花 看起來這個妹妹還很喜歡我了嘛 對不對 她可能有些事想跟我說啊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她偷偷拿我牙刷刷馬桶之類的 如月車站 整件事情都跟如月車站有關啊 各位 太可怕了 如月車站 好想去一去 妹妹 你幹嘛 你想睡覺是不是 姐姐的肩膀讓你靠一下啦 姐姐 欸不對耶 那個不是我妹耶 那個到底是誰啊 那個牽著小朋友到底是誰啊 我死了 你其實很開心對吧 但是啊希望你能聽我說啊 說什麼 請說 我 被受詛咒的電車碾壓了 所以說這些人都是被這個 鐵路的鬼抓走了是不是 可是結果回過神來啊 我已經迷失進了一個從未見過的車站 簡稱如月車站 OK 完了 我現在要跟他們一起 步上黃泉路了是不是 我要跟他們一起搭前往如月車站的列車啊 太開心了 你真的聽不到我說話嗎 好多屬人喔 所以我們上一張搭的那個列車 是如月車站的列車嘛對不對 姐姐啊 死了 都死了 點點點點點 姐姐 我就站在你前面啦姐姐 那天早上也和今天一樣 大物瀰漫 然後呢 妹妹就被抓走了 就被火車怪叔叔抓走了啊 那一天 被姐姐拋下的我 獨自一人前往學校 路上呢 我聽到了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聲音 什麼聲音 時間倒轉了 那是彷彿電車就在身邊 碾過一般的 伴著衝擊的巨響啊 接著 我 就像是被什麼引誘了一樣 衝入 進了 正響鈴的鐵道路口中 太可怕了 各位 這個故事太可怕了 這輛電車 載著 死人們 似乎馬上 就要出發了 我本來還以為是這個姐姐推了妹妹 結果不是耶 結果是一個被詛咒的列車耶 我的妹妹一直跟著我幹嘛 她是要擺脫這個詛咒嗎 想幫姐姐擺脫詛咒是不是 但是 我們要永遠的在一起對吧 沒錯妹妹 我永遠愛你好不好 你長這麼可愛 姐姐怎麼可能不愛你 繼續往前走吧 所以求你的 你也一起來吧姐姐 不對耶 我妹是要抓我交替耶 先不要好不好 妹妹 你真的好狠耶 我是你姐好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狠心 不要 別帶上我啊 我 我還不想死啊 要死自己死好不好 真的不要再鬧了妹妹 妹妹很傷心啊 她抬起了頭 沉入地底 變成一團狗屎 對 最後一天了各位 最後一天了 太棒了 好多人喔 你們看那個報告欄上面 全部都是死人啊 啊我就下一個啦 真的我就下一個了 那我們趕緊去 受死吧 好不好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真的 妹妹悄悄經過我身邊 看起來非常非常可愛 點點點 求你了 別帶上我 你不會自己逃掉是不是 趕緊溜啊 所以我說為什麼這個姐姐 不趕緊跑啊 那個妹妹又在偷偷看我 沒有頭耶 好可愛喔 真的很可愛 不是啊 這些人死掉到底幹我屁事啊 我覺得每一個主角都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可憐的好不好 莫名其妙就被鬼抓走 到底是怎樣 お試刀 溜亦 踩浮 leggings 例如4シー Wai 有問題 燈 為什麼會站這個車站呢 誰知道啊 阿婆 你死一死好不好 不要鬧欸真的 到底干我屁事啊 啊這個警察背上怎麼長花來 好可愛喔 欸 有完整的臉耶 是誰啊 這是誰 這是我媽是不是 因為我可愛好不好 因為我可愛 可愛的女生是不會死掉的啊 哇 那個弟弟的頭 一起走吧 好爹 姐姐馬上跟你們一起走好不好 不要怕 我死了好冤啊 可憐啊 那一群可憐兒童啊 好了啦 不要再出現好不好 讓姐姐趕緊的跳 跳鐵軌啊 不要鬧了 真的 欸他們還幫我指路欸 人真好 好OK 往左邊是不是 OKOK 我馬上走啊 妹妹你的頭 你的頭落枕了 去看醫生 不要鬧 不要再鬧姐姐了 所以咧 所以咧 欸我本來剛那邊以為 我妹要跳到臉上耶 結果沒有 是怎樣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為什麼 會來這個車站啊 我已經來到如月車站耶 好棒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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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 討厭被人拿來和你比較 喔 難不成真的是我推他的 好啦 閉嘴啦 不要吵了好不好 我在分析劇情啊 妹妹你不要鬧 真的我在分析劇情 你死了 讓我覺得能從雙胞胎的詛咒 束縛中解脫啊 好不好 我可以解脫了 妹妹就趕緊去死一死啊 他為什麼 臉上都要掛著兩條鼻涕啊 到底怎樣 我們要永遠的在一起對吧 求你了別帶上我啊 好啦 阿你的鼻涕趕快擦一擦好不好 真的 欸 所以姊姊也一起 我錯了 對不起 到底是要不要死啊 走這麼長一段菜幹嘛 不要浪費時間欸 妹妹 要死就趕緊拖我一起去死 真的 姐姐 又是姐姐 你的發音真的會爛一點沒關係 是姐姐好嗎 不是姐姐 好多如月車站喔 點點點 阿 我死了 算了 姐姐 我一個人上路了 OK 這樣想就對了嘛 姐姐覺得很欣慰呢 要分別人了 真的嗎 你原諒我了嗎 妹妹原諒我了 感人大結局阿各位 欸 怎麼了 為什麼 妹妹哭了 妹妹哭了 沒事阿妹妹 我們一起走吧好不好 為什麼 你老是這樣 來了 我們一起走吧 永遠在一起 好的 你說的算好不好 妹妹 妹妹永遠都是對的 好 csak 姐姐 四分五裂了 各位 完美大結局 好感人阿 我們永遠都在一起來 妹妹 姐姐不會拋棄你的好不好 永遠 在一起 好喔 打勾勾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兩個章節 算是玩完啦 稍微做一個小小的講評好了 首先是玩具店那一篇啊 就跟我們上次那個跳河的張姐一樣 說真的是蠻無聊的 不管是他的故事的劇情 還是那個畫面的驚嚇點 真的是不夠啊 但是後面這一款鐵路平交道的 很明顯畫面就比較獵奇了嘛對不對 而且也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故事在 會讓人家好奇說 欸這個妹妹到底是什麼死的 雖然跟我猜想的結局不一樣 但是這個真正的結局也蠻感人的好不好 這個妹妹 欸不是這個姐姐陪著妹妹一起死 我是不知道你們看這款遊戲 有沒有感受到那個恐怖的感覺啦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好不好 就是單純的看這個小小的劇情 他這個短短的故事 說實在的還是蠻有趣的啦 除了那個自殺的 跟那個娃娃的玩具店 除了這兩個完全沒有故事之外 其他的都還行啦 OK我們還剩下一個章節 下次再玩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請早 automatic 按讚個 tod 維莉莉鈸 我們下部影片到這邊 we